高兴 见到一位先生 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你刚刚庆祝了一百岁的生日 我祝你健康长寿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大德必寿 一百岁 一百多次到中国来 这两个一百合成了你这一次 具有特殊意义访 在52年前也是七月份 就在这里 这是钓鱼台和宾馆的五号楼 周恩来总理和你在这里会见 开启了两国正常化的进程 具有深远的历史 当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中美关系永远和季星德这个名字 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人的名字 将永远记得 我对你啊 要是钓鱼台 先生世界рет great privilege 自己能席其中心 如此之一 它是十分之恰恰的 您的设计 在室友室的室友室 在室友室的室友室 在我的第一次设计 专门主义的主义 在两个国家中的关系 是主义的主义 在世界上 和到我們的社會